其实这个月底30号中华职棒的赛季就即将要开打了 不过想要去桃园乐天棒球场的球迷 你们恐怕还要再等一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桃园棒球场他们现在整个施工整修的进度是落后的 乐天桃园主场呢 他们的棒球场星球季要开打的第一个时间点呢 是在这个月底3月31号 要跟谁来打呢 乐天桃园要对上这个台岗雄鹰 两队要来交手 不过现在恐怕要到其他的球场来比赛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整修的进度会如此落后呢 联盟呢 其实在事前新竹棒球场事件之后就修法了 把一些很久没有修改的联盟场看检测办法来进行更新 依照现在新版的规范呢 只要你的球场的改建工程有动到场内 就是场内的红土跟草皮 你就必须在检测的测试赛来进行一个检测的程序 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奇昌就说了 他说呢你连大巨蛋要打职棒比赛都必须应该要这样 所以呢他们也会找来职棒的二军或是一些棒球队来进行比赛 让这些专业的球员来下去打 打了就知道整修过后的球场有没有问题 可是呢现在如果要再加上你进行测试赛的时间 乐天桃园棒球场呢现在预估还要一个月左右才可以完成整修 加上呢最近桃园的天气不好连带也影响到现在要整修的草皮的生长进度 所以呢蔡奇昌他也坦言了要如期来开打的难度现在恐怕是蛮高的 所以呢乐天的球迷必须要等到五月份才可以开箱新的桃园棒球场 那这样子要移师到哪一个球场来比赛呢 桃园领队川田喜就表示说呢现在有三个球场的备案 因为呢乐天桃园的主场是在桃园市嘛 所以呢球迷要在北部的也比较多要以球迷为主 所以呢这个活动的参考区域考量也都是在北部的球场 后续呢会继续跟乐天的球团来讨论 目前呢他们是这样子预定的应该就是在北市的大巨蛋 还有天母棒球场以及新北市的新庄棒球场 那行政院副院长郑文菜呢他就说如果赶不上球技的话 体育署跟中华职棒还有市府跟球团 我们就要赶快来进行讨论 备用的球场一定要赶快的来租借 等到呢这个球场完善之后可以启用了 所以呢再来进行比赛 他就说虽然我们赶工要比赛很重要 不过他认为这个施工的安全跟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之一 那刚刚有谈到这个川田席呢 他也说了这个替代的方案 如果最后你要选择其他的球场来举赛 举行比赛的话 乐天呢应该会有11场的比赛 必须要进行时间跟地点的异动 这个异动呢恐怕也是需要一大笔的费用 那这个要用什么方式 确切呢都还要跟球团跟市府来进行讨论 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人 就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郑文灿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桃园市的前市长 原本传出呢 郑文灿2026年要来角逐新北市长 但是呢无党籍的市议员谢美英 他就认为说 郑文灿选新北市只是一个烟雾弹 他真正呢其实是要回国桃园 对上现在要争取连任的 现任桃园市长张善政 他认为说呢 郑文灿选桃园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分析郑文灿原本呢 他其实也是民进党2024总统的热门人选 和我们现在的准总统赖清德一样 他们两个都是新潮流派系的 所以双方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有点像是正在竞争但是又处于合作的状态 赖清德会不会让郑文灿入阁呢 目前看来还是未知数 不过上次在地方的选战 因为林志坚的论文事件 国民党是从郑文灿的手中 拿回桃园的政权 那如果郑文灿现在再度回国桃园市的话 不仅他个人的讨论度很高 可以维持他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政治声量之外 重新呢让桃园蓝天变绿地的话 势必也会大伤国民党的士气 以上呢就是本节的推播内容 来持续带您关心食安的议题 现在这个苏丹红的辣椒粉风暴是持续扩大了 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我不要吃辣椒粉 甚至我不吃辣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吃到苏丹红了呢 不过现在不仅是辣椒粉 就连台湾国民最爱用的调味料沙茶酱 现在也卷入了哦 其中一家说是这个料理界中央厨房的 南投金福华公司 他们生产的这个沙茶酱 恐怕是已经流露到各大的通路跟餐厅 甚至已经被消费者给吃下肚了 那金福华也紧急是发出了声明 强调说他们的公司 从3月1号开始就已经封存了 所有有辣椒粉的原料 那在南投卫生局前天 也就是10号来到工厂来鸡茶的时候 就已经正式的来封存 他们的原料跟成品 现在他们生产的这个沙茶酱 都改用新鲜的生辣椒来当做原料 已经没有再使用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了 那这个新北市的卫生局其实接获到南投卫生局的通知 金福华其实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 就持续有在供应新北市的包含一些火锅的餐饮 甚至食品通路的这些盘商 将近23万公斤的沙茶酱 那卫生局目前鸡茶下架回收也才大概3万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恐怕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20万公斤 这个含有苏丹红的沙茶酱 还在我们的市面上面流窜吗 不过现在有网友就认为说 这个金福华流窜的这个沙茶酱还不是最难防的 这一次其实还爆出说在调味料 也就是白胡椒里面恐怕也参有苏丹红 那这个范围其实又更广了 因为网友就认为说 你这个胡椒影响的地方很多 包含说你吃一些油炸物 甚至水饺 包子 汤面里面 都可能会用到一点的胡椒来做调味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很难来回避 大家现在可以说是人心惶惶 就担心说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 有可能都会有苏丹红 所以食药署现在除了要尽快来回收 这些有问题的产品之外 也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在发生 所以应该要从根本的源头来解决问题 因此食药署昨天就找来了 70多个食品公司的协会 还有业者来讨论 要如何更积极的处理食安的议题 昨天达成了三项的共识 分别是要自主检视 包含说你有没有使用到违规的食品 以及你要自主送宴你的产品是否合格 还要自主通报你送宴的检验结果 卫福部长王必胜他就说了 相关的措施都会即刻来上路 那我们一点一点仔细的看 其实在边境的部分 这个月初开始 你输入的食品 无论是在边境或是市场 只要有被查获到违法 都要立刻来停止输入 并且要送申请 违规的话 你的产品要直接来进行销毁 那自主检验的话 如果业者你有使用到相关的原料 食药署也说了 你要检视有没有问题的原料 该检验的就检验 要下架就赶快做 不要等到地方的卫生单位开始动作 你才有这个要下架的侥幸心态 第二点自主送宴 如果你有使用到的话 最好你自己业者先拿去检验 早点发现的话 也可以早点来下架 如果送宴的结果 跟政府单位的不同的话 要以政府单位的结果 来作为标准 再来自主通报的部分 业者你检验到 如果有违规的疑虑 要通报的话 你当然是可以尽量的降低 你商品的损失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品牌建立其实不容易 维持你的商欲也很重要 所以及早通报 虽然你的商品在这边金额 可能会有一点损失 但是也可以提早的来止血 保护这些优良的厂商 并且下架二职的厂商 不过这一次苏丹宏事件 有一家厂商 完全没有受到这一次风暴的波及 是可以说是完美的躲过了 是谁呢 就是这个小模仿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都有在架上 看过这个他们的产品 比其他的调味料价格 稍微再来得高一点点 那这一次呢 他们这个小模仿的董事长 这个董大斌就说呢 小模仿其实呢 在2017年就有成立 他们的食安中心 并且有订定了自主风险的监控计划 以这一次的苏丹宏为例 在2021年到2023年 光是这个苏丹宏的辣椒粉 他们公司就自主送宴了513次 这个送宴的费用 他们就出了156万哦 所以呢 这个董事长他也就自嘲说 花这么多钱来送自主检验 自己根本就是老实的傻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高雄市卫生局查出说 违规进口苏丹宏辣椒粉 有一家叫做精湛公司 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呢 他在中国有成立了 另外一间叫做龙海同济的公司 这间龙海同济在2021年的时候 曾经要把他们进口的 这个辣椒粉卖给小模仿 结果小模仿他们自己检验 就发现说 里面有苏丹宏 所以就退货还给龙海同济了 没想到这一间无良的公司 就直接把他们退货的产品 再出货给其他的厂商 因此发生了这一次事件 让不少网友都涌入到 小模仿的粉丝专业大赞说 你们真的是良心的企业 像这样子的好品牌 一定要用新台币好好的大力支持 最近朝野在朝什么呢 国民党近期大力的来推动 不在籍投票 和民进党这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是什么呢 就是我国的公民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可以不用特地买机票 飞回台湾投票 如果真的可以顺利的来开放的话 也可以大大的来提高海外公民的投票意愿 投票率其实也会大幅的来提高 但是蓝绿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民进党这边怎么看 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 他就认为说民进党只能够接受 所谓的移转投票 包含现在的通讯投票 跟海外投票 他都认为是已经违宪了 那什么是移转投票呢 就是在户籍地以外的其他投票所 你可以去其他的投票所来投票 投票的过程呢 其实就跟你在你的户籍的投票所的 这些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柯建民认为说 这个通讯投票跟海外投票 已经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秘密投票了 也就是说还有总统的选举 必须要反国来投票 这个也是宪法规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是违宪 柯建民就批评说 这个国民党是为了北京戒选来开后门 国民党如果要推动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话 建议他们应该先去修宪 那中巡会主委又怎么看呢 李静勇呢 他则表示说 民主国家的选举近年来是遭到了境外势力的戒选 是很大的挑战 他也说选举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投票人 在自由意识下面来进行投票 投票的秘密也要受到严格的来保护 各种不同的方式的不在籍投票呢 都必须要谨慎的来考虑这些因素 那国安局长蔡明燕他就说了 依照这个反胜透法 对岸呢 是完全符合敌对国家的定义 所以国人在进行这个通讯投票的话 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投票的话 他认为说这一方面呢 其实还要再经过谨慎的讨论 这似乎也是在影射呢 中国是不是戒选 如果你在中国这里来投票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投 你想要投的候选人 那我们的行政单位呢 陈建仁他则是说呢 不在籍投票他认为还需要好好的来研议 那我们要如何确保公民的权利 甚至确保这个秘密投票跟选务的安全性 还有选举的公正性呢 这些呢都还要再来讨论 那国民党怎么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蓝色这边 国民党呢 他们则认为说这个民进党的理由很荒谬 党主席朱立伦他就质疑说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已经都在推行不在籍投票了 包含我们台湾的公民 有200多万人都是在海外来工作的 更有这些好几百万人 都不是在户籍地上面来工作的 那每一次现在到了选举 都要抢车票 订车票 还要订机票 返乡来投票 朱立伦认为说 完全不符合现在民主制度的精神 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你们就在大推不在籍投票 可是你们现在是执政党了 却是要来反对 难道是害怕这些票不会投给你们吗 朱立伦批评说 根本就是政治算计 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 你们才是真正的违宪 那党团总招呢 傅坤奇他则是痛批说 民进党你们不要再做贼心虚了 应该要勇敢地来站出来面对民意 王宏威呢 其实针对这个议题 已经发表非常多次的看法了 他是认为说民进党你们把抗中跟中国戒选 来无限上纲 剥夺我们国民投票的权利 那他就认为说 你这样子跟戒严时期到底有什么两样 宪法保障我们公民的权利 不是让你们民进党这样子来往抗中保台的 他认为说这个理由说穿了 就是中共戒选 你们都是用这种老掉牙的理由 来支持你们所支持的法案 那蓝绿呢现在其实因为这个不在籍投票来开港了 柯建民提到违宪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事实 只能说蓝绿在这部分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从移转投票开始实施 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以上是本节的推播内容